大家好,我神奇的灰白 今天呢,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就是刚下单啊 终于是下单了 所以我很开心 好开心啊 下了个这个单 叫什么来着,叫这个 神舟战神 神舟笔记本 然后他的名字叫 对不起,我忘了 等那个笔记本回来 我再告诉你们 非常的开心啊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电脑的配置 还有价钱,配置是 酷睿i7 不是,酷睿i5 时代 10 400 10400 后面还有个什么来着 还有这个字母 但是我忘了 然后 然后是什么来着 那个内存是16G DDR4的 然后 那个叫什么来着 显卡是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MX350满写2G的那个 还有什么呢 硬盘是 128固态 加1T的 机械硬盘 然后是15.6英寸的 笔记本 也是那种比较轻薄的 这个笔记本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配置 我觉得 我觉得挺高的 挺好的 当然也不是说那种非常高的 那种 我就是应付我现在 拍戏的闲暇时间 我回家 我回家能搭搭DNF 写写那个故事分镜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 就是那个故事嘛 故事分镜的那个那个那个内容 画一画 然后 我觉得好开心啊 哎呀终于我昨天查 我这是长了两天 我才决定买这个神 神州笔记本的这个 因为他比同类型的 他他他店家说的是95星的 这个这个笔记本 比他说的是 比同类型少一千块钱 但是 我能看到的是差不多有 五六百左右吧 能少 嗯 并且他这个配置 我我感觉是 呃这个零 呃这个这个这个 呃这硬盘呀什么的这种 呃 显卡 不是显卡 硬盘是 反正这个能选择 就是说你能选 你想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样子 模式 模式 那选择的这个范围空间 我觉得挺大的 我就要这种 呃显卡 不太不太厉害的 因为DNF这个游戏 他不吃显卡 你配置的太高的显卡的话 那么 呃给机器带来的这个负荷会很大 会很热 很热的话 那个机器的寿命就会很低 呃 嗯 他说95星 反正是我感觉他挺诚实的 应该不会是二手机吧 应该不会是二手机 我觉得 我看他这个人气也挺高的 就是说这个 在淘宝上的 我我我我看他好多笔记本 他们那个店 就是神州笔记本专卖店也是 广州的 呃 这个不算给他给他做做打广告啊 我就是我就是想说 呃 那个什么 就是实测一下嘛 以前买的那个那个这个笔记本 2012年的这个联想 因为联想这个太贵了 而且前一段时间不是联想 他发生的那个什么和那个司马拿的那个 什么曝光事件 我觉得这个口碑 就是让我让我感觉很不爽啊 不要以为我前前面几期视频 我说 哎呀不站队啊 这是中烈 但是我内心当中 对对这个企业还是有一定的看法的 对吧 所以说我是个你看我是个非常 有正能量的人好吗 当然不是说不买他的电脑就是不正能量 重粹的买不起太贵了 他便宜我我早说过他要再便宜2000块钱的话 在他原有的基础上再便宜2000块钱的话 我可能可能就会支持他了 但是现在 不行 我要支持咱们国产神机 神州 战神笔记本 身为一个爱国的人 就一定要支持国产科技 对吧 当然啦 我我得看看到最后 这个这个这个电脑回来了 我再看看好不好用 如果说有那个翻新的 就那种那个二手机那个有那个痕迹 电钻钻钻钻钻钻的那种 有黑色的那个痕迹的话 那我也会曝光的 这就是做 做视频up主的一个一个正义的心对吧 正义的心 如果是好的话 我推荐给你们 我说你们买买买买 如果是不好的话 我给曝光 你们就说我操这个机器 果然是不好 就以后就抵制这种 贱品货 对吧 抵制那个商家 今天是因为为什么这么开心的买东西真是爽 为什么现在我就想 为什么好多女人就老喜欢买那种奢侈品 包一千多块钱的化妆品一千多块钱的 就买了很爽你知道吗 这个钱是钱是什么一种感觉呢 你放在口袋里 它不流通 它是毫无价值的 对吧 一块钱和和和一千块钱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价值的 不流通 但是你花出钱的一刻的感觉 这个钱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非常的快乐爽对不对 我这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将近快两个月了 这工资全部垫 垫到这个笔记本里头了 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买啊 买了我 你看啊 老婆老婆找不上 女朋友女朋友找不到 那么 笔记本就是我的老婆 对吧 必须要有一个陪伴是不是 虽然我家里头 有两台台式机 配置还都不错 但是没在跟钱 虽然我有这个 这个电脑 笔记本电脑 但是12年的 配置过时了 用起来很不舒服 突然 我觉得 通过这个事件 我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男人的天气就这样 喜心厌旧 好像有点这个感觉 那么我也 我也能深深深地理解到 为什么男人喜心厌旧呢 因为 你这个 对吧 你这个东西过时了 他都不好用 他不能用了 所以 喜心厌旧嘛 我觉得是这样理解的话 哈哈哈 你评你细评 然后呢 我还没说这个 我买这个神轴笔记本的价钱呢 非常划算啊 嗯 就我刚才说的那些配置 时代的i5 CPU 嗯 MX MA MAX好像是 350 满写 2G 显卡 独立显卡 独立显卡 应该是 显卡当然是 不是太太好 但是差不多 能应付那个 然后 16GDDR4的内存 128 固态硬盘加1T 机械硬盘 15.6英寸的电脑 这个电脑的 这个这个价钱是 3514还是16 就是这个这么多 3514 16 3516吧 嗯 这就是说他这个店铺 还搞这个 搞这个什么 搞这个 满满2000块钱 他他减400的这个优惠活动 这也是这个双11双12 这个到这个12月30号 之间的这个活动 过了这个期限 可能就要又要恢复原价 原价可能这个电脑是三千 加400你算了 三千九 三千八三千九 对吧 就是这个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还 就是目前来看 还我觉得还行 客户啊 挺有耐心啊 什么的 听我啰嗦半天 我还害怕他把这个 他装系统吧 把这个 机械硬盘和这个 固态硬盘给装反了 然后装在这个固态硬盘这个系统 那就这个机械硬 这个装在这个机械硬盘里头 那么这个固态硬盘就没有用 这个用处就 就没有体现出来优势 必须装在这个固态硬盘 才能体现出他这个固态硬盘的价值 对吧 快速 反应快点这个价值 那么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也是很开心就是记录一下 然后 等他两三天 三四天吧 回来这个货的时候 我再拆箱给大家看一下录个视频 测量测试一下这个状态好不好 这个机器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